为了行销秀林的建筑损还有农特产品 秀林香公所第一次前往台北市政府 举办了春之送记者会的活动 秀林香老王玫瑰台北市长柯文哲 同时也一起来推广秀林香当季的建筑和农特产品 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 由华南县秀林香公所扮演的春之送活动 农特产品推广活动 从96年首次办理进入迈入第15年了 每年的4月到6月份为丰收的时节 秀林香为产地提升行销管道以及销售效应 秀林香公所每年在4月份到5月份之间 规划办理2021泰鲁队组春之送农特产品推广行销活动 今年提升这次活动的曝光度 秀林香公所结合台北市政府在春之送活动办理期间 在捷音乐台播放秀林香春之送行销广告 并且在台北市政府一楼中庭办理开幕记者会 台北市长柯文哲 秀林香郎文贵以及秀林香各区代表村长也同往一起来办理 近年来我们公所不只是在积极辅导农民 来协助农民如何种植 怎么样种植可以种植出最好的产物 那我们也鼓励农民能够取得农业的标章 并通过我们的台湾的农业标章的生产履地 以及有机的标章 我们主要是希望他们取得这个时候 可以提供大众最新鲜最安全最健康的食品 那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吃了安心 也吃得健康 也吃得开心 所以为了兼顾我们食品的安全 我们同时其实我们也强化了我们的农业的升级 那从产业的加工到包装技术的提升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促进 我们农特产品的价值以及能够延长我们新鲜度的一个期限 保鲜的期限 所以在这个产业升级的同时 其实我们办了非常多的行销 除了办了行销活动之外 我们这次我们也协助我们的农民建构网页 能够透过一个资讯网络 让农民能够直接跟想要购买的民众可以去巡购 华林县秀林厢合作举办的2021 泰鲁格族春之送农特产品的推广行销记者会 那么将有14天的时间 我们在全台北市的捷运站 月台的那个电子 会来po这个秀林厢的影片 记者会现场不仅有泰鲁格族传统业务展演 添加活动的人文气息之外 同时也举办波剑筍体验 以及农特产品品尝的活动 透过活动以及行销 修林厢各式农特产品以及文化特色 2021修林厢春之送活动 展售时降为4月10号 在和平台里达卡市集 泰鲁格交友站旁 华林火车站展售现场分别有部落市集 农区体验以及品尝体验互动室的行销等活动 现场贩售部落农特产品 希望大家一同来品尝结合 自然与人文的部落农特产品 记得终于台北市报道 请多阅连订阅